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大家翻开资门重行路浅述 严正之行第二 71月 倒数第四行 生物杂树 我们看下面的文 生又有做地理师者 做普世师者 做封建师者 做医药师者 做拟科医药师者 做普水如火烧炼师者 末法之必及已 或曰 百丈大师令司马头陀择地 可作五百僧道场择 而得尾山是地理家事 既而令则为三主人 得大佑禅师是封建家事 则何如 一 此古圣贤为传法立身之大机言 非世人所测试者 而百丈师马是何等人品 今知述事可以借口也与哉 这一条是严实大师讲 当时在佛门里面出家人 有做地理师的 就帮人家看地理风水的 也有做普世沾卦相命的 也有做这一方面的 做看风水地理师的 做医药师的 做医生 做护尼亚女科医医师的 还有做浮水如水 就给人家画符练作 烧尖练绞绞织的 就是道家的这一方面 那么廉词大师讲 这个末法时期弊端实在太多了 出家人不做自己出家人本分的事情 做这些跟出家人不相干的事情 这个不是出家人本分应该做的 帮人家看地理风水 出家人不是干这一行的 这一行有这一行的人 看相算命的 占卜的 这个也是一个行业 做医师的 医师有医师的行业 这个湖水如佛炼丹 那这个是道教方面的事情 那不是佛教出家人 应该做的事 佛教出家人应该做的事 就是学习佛经 学习戒律 修戒定慧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称水 自行化他弘法利神 这个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 这个佛法到了明朝末年 这个弊端就这么多了 现在就更多了 现在有些出家人 真的做的很多很多方面 跟出家人这个身份 不相干的事情 现在这个弊端就更多了 那么下面讲呢 或者有人说了 百丈淮海大师 令司马头头选择一个 可以作为五百僧人修行的道场 而找到了卫山道场 这是地理师的功劳 这百丈大师他有请地理师 来看地理风水 那这个也有看风水 那么接着呢 又替卫山道场找主持 那找这个主持的人显不容易 而找到了大佑禅师 这个是不可多得的一个身材 那这个是相似的功劳 这个看相算命的 他会看人 所以就帮这个百丈大师 你看 马祖见丛林百丈立千规 这是中国佛教丛林的创始人 他有找看地理的 又找算命的 看相的 算命看相呢 他看中了这个大佑禅师 我说这个人将来可以 大惨中风 那这个人 这种身材 这种身材 也是可依不可求 那这里提出一个 质疑的话 那这个也是相似的功劳 找那个尾山这个道场 是地理师找的 能够共五百僧人修行 那这个话又怎么说呢 这个是提出一个反问的话 那连直大师说 哎呀这个 叹气啦 他说 这是古圣先贤 为了红传佛法 传扬佛法 普利勤生 而随顺霸基元 的方便 不是一般凡夫俗人 所能了解和测度的 这个我们看到一些 大圣大贤啦 他们的做法 好像 没有 依照这个佛法啦 佛都 欠人不必去 看地理啦 看风水啦 看相算命啦 依照佛经来修就可以 这个祖师怎么去找地理师 找 看相算命的 算命师呢 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 那么这一桩事情啊 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 佛我们常讲啊 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但是这个算巧方便啊 你要有智慧 那么你 这个 慈悲 方便 你用的 你用的 才不会有 互作用 那么如果没有 智慧啊 那就佛们常讲的啦 慈悲多祸害啊 你很慈悲 你人很好啊 但是啊 你会给这个 道场啊 带来啊 灾货 很多 害处 很多损害 那个是 烂慈悲造成的 所以慈悲你要有智慧啊 不是烂慈悲啊 什么都好 这个不行 什么都好 那有一些人他就 给你胡搞乱搞啦 所以慈悲多祸害 他慈悲不是建立在理智这个基础上 是建立在感情用事 方便出下流 这个下流就是很下等的啦 不是出家人该做的事情 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 那么你就破坏啊 佛教的形象 破坏佛教的形象 所以这个是 祖师大德啊 他们有大智慧啊 不是一般凡乎俗人所能了解 那个我们照他这样去做 他做的没有错啊 我们不懂里面的道理啊 照着这么做啊 他做是对的啦 我们做的就不一定是对啦 何况百丈禅师司马头头这两个人是何等人物呢 这个就是 那百丈禅师他是什么人啊 不是一般那种 一般的出家人啊 那是祖师啊 那你怎么可以拿一般人来跟祖师相提并论呢 祖师他有那个眼光有那个手眼有那个智慧 那一般人他没有啊 那祖师找这些地理啦 看相的啦 他用的可以弘法立身 那一般人没有那个智慧 你一找这些那就是破坏佛法 那个不一样啊 所以这不是一般人 那司马头头 他这个 看地理风水 看相算命 他也不是一般的 地理师啊 那一般的地理师多的是啊 看相算命也多的是啊 但是你要真正找到那个高明的 那也不容易找 这个 金之宿寺 就是江湖啊 在走江湖的 这是宿寺 就是分一碗饭吃的啦 那个就叫宿寺 你找那些人 那些人不行啊 我们看到了凡事性 孔先生给颜了凡算命算得那么准确 所以孔先生他不是一般人 一般算命的没有 没有他那种鞋位 算得不准确 他算得很准确 丝毫都不差 所以颜了凡不得不服啊 但是他不是普通人啊 如果你去路边去找一个看相专面 你算算看准不准 可能他给你讲个百分之二三十 那就算不错了 你很难去找到一个百分之百的 他讲得像孔先生那么准 所以莲子大师在这里讲就是 施马头头 百丈禅师那他是什么人物呢 你怎么可以拿一般的人啊 一般的僧人 跟一般的看相专面看地底的 来跟他们相提并论呢 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 你现在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 你能学他吗 不行 你要是老老实实的 学自己本分该做的事情 这才是正确的 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那下面有个总论 我们顺便给他讲完 我们再看这个七十三列 从第一行总论这里看 或未六何名声 又深行忍辱 亦无起于缘 不知无所谓缘 非缘历之缘 盖缘历之缘也 以缘历赐心 则心地端 以缘历此法 则法门历 若服献其特以要欲 乘凶暴以示威 以今之缘历 此消囊焉 那此不可不辩 我们这个缘历之行啊 到生物杂住 这里就圆满了 这个严正之行这一节 到这里就圆满了 这一个单元 那每一个单元后面他都做一个总论 总的来评论 这个一个单元是严正之行 这个严正之行就是严格很正直 那或许这个货位 或许有人会提出一个疑问 六合明生 他说 生团就要修六合境 所以六合啊 修六合境才是叫做生 生是合合众的意思 那如果不修六合就不叫生了 又生行忍路 就是说 这个生啊 应该实行啊 这个忍路 不管人家用任何无理的 来对待我们 那我们都要忍了 那我们都要忍了 这个生啊 要修忍路 波罗命 要修六合 一无其言 一无其言 就是说 那你这样现在这么严正 那大家就不合啦 恐怕大家都会有意见 如果这么严正 那就没有修忍路啦 你没有修忍啦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 那个孙力啊 那个买酒要给工人吃 那个出家种把它打破了 这个没有修忍路啊 那也不合啊 所以或许有人就问 那这样 你能够去取这个严正吗 那么下面廉实大师就做解释了 不知无所谓言 非严厉之言 盖严正之言 他说明了 他说这个言啊 不是很严厉 这个人表现得很严格很厉害 不是那个严 是严正之言 这是说他是严格啊 正直啊 这个严不是严厉 所以他这个叫严正之行 所以做一个说明 以严正设心则心地端 如果你没有用这种 严格正直啊 来收拾我们的旺心 那个旺心收拾不住 如果用严格正直之行 来收心啊 那我们的心就端了 端是端正啊 就不会有偏差 以严正持法则法门利 那么你有严格正确的 这个来修持法门 这个法门才能够建立起来 才能够成立起来 不然啊 也就很乱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 像我们双西道场 有些居士 他要来做一些 其他修法的事情 那我们都 都拒绝了 这个我们现在是 修庆宗 以这个为主 那么如果你要修 什么法门 你要禅 你去禅宗道场 修密到密宗道场 这样啊 你这个法门才能确立起来 那如果说 好好好 通通好 都是佛讲的嘛 那可能我们修到之后的 每一个人 修得很杂很乱 那不晓得在修哪一个法门啊 所以这个不是严厉啦 不是说我们很凶 那就是人家都很怕我们 那个严厉 不是那个意思 是严正 要保持一个正确的 严格来遵守 严格来遵守 一个正确的 这个方向 是严厉 不是严厉那个厉 若福献奇特以要欲 乘凶暴以示威 以金之严正 使消难焉 那有些人啊 他献奇特 献得很特殊 他特殊是目的在哪里呢 他需要的是啊 他的名义 你看我这边 我这个道场啊 这么严格 那大家都很赞叹啦 义就是 赞誉啊 很赞叹啊 某某道场很严格啊 乘凶暴以示威 那很凶 凡是来的人啊 凡是来的人啊 这个这个都 凶恶的 凶暴的这种态度啊 来对待他们 大家就怕啦 用这个凶暴来显示自己的 威严 如果是这样的 跟这里讲的 严正 十 消难严 消难就是 天差地别 那完全是 不是一回事啦 不是 不是同样一回事啦 好像天地啊 那相差太远啦 那不是那样的啦 所以这个严历跟严正 分辨清楚 不能把这个严正之行 那 搞成变成严厉之行啦 那就错啦 所以廉直大致在后面啊 在做一个总论 总结 来 讨论这个严正之行 他的道理 什么叫严正 什么是严厉 这个分辨清楚 不然怕人家误会啊 把这个严正之行啊 弄成变严厉之行啊 那那个就不对啦 那不是那个 严厉是严正 所以严正他还是有修六合 也说修冷露 那严厉就没有啦 严厉就不合啦 他也没有冷露啊 发脾气就发脾气 这个不叫严正啦 那严厉啦 所以纳指不可不辨 纳指就 出交人啊 你不能不分辨啊 这个要分清楚啊 所以这个 这个方面啊 我们也要分清楚 所以这个 严正之行啊 这个严厉啊 这个严厉啊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那下面就是尊师之行第三 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